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新零售 或者是講一個系列是講新零售 之前都講過一次 但是這次講是想講關於人、貨和牆的關係 其實零售由很早很早以前一些市集開始 接著就慢慢轉成一些好像商場的形式 商場亦分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或者是大型百貨公司 是不斷地改變的 只不過新零售就是將一些零售的效率去提升 是用一些方法是令到它提升的 舉個例子可能講一百多年前 有一間公司叫SARS SARS 這間公司 就是做什麼呢 它是顛覆了市場 在百多年前 它是用一些郵購的目錄 去給一些客戶 它就根據這些目錄 就是去 買東西 這個 就令到它 有錢的時候 就變了一些 線下的店 其實是用郵購去買東西 在百多年前 就等同於現在用手機去買一樣 是顛覆了整個市場 但是如果它不是與時並進的時候 就會好像這間公司那樣 早十年八年前 就是被申請破產 這個就是 講一些新零售 百多年前的 叫做新零售 或者講二三十年前 有一間公司就是 超市 就是打正個 旗號 就是有些最便宜的 物品出現 在美國有一間 連鎖店的超市 它就打著這些旗號 那時候 它 亦都是 一些叫新零售的概念 就像Wall Marks 就是講這個概念 或者是 加樂福都是這個概念 但是如果它 不與時並進 它最終 都是會被淘汰 等於加樂福最近 都是被人去收購一樣 所以 這個故事就告訴它 其實每一個時代 都會有一些顛覆性 的 事物出現 將以前的東西 就是淘汰 即是今時今日 用手機 是去 買東西 接著 可能過了幾年 就是線上線下的融合 這些就是叫做新零售 接下來 我就會講一系列 就講 人是怎樣去做 貨又怎樣去做 和場景是怎樣去做 講這個新零售 這個關鍵的詞 今天想講的就是這麼多 好了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